当时是5000多 一年的课 他那个时候是开业 然后是送一年 然后是两年的课 到21年 原本是到21年就结束的嘛 然后中间有疫情 有半年没有上课 所以那个第一次的课没有上完 格女士说 去年10月份 童小七中心搞了个活动 因为剩下的课不多了 当时就又交了5000块钱 购买了新的课程 格女士提供了 当时中心开剧的收据 儿童认知探索 48节课 送6次课程 还有6节书法课 一共4980元 再加上之前交的50块钱定金 一共是5030元 是出于什么原因 不想自己学的呢 不是 那去年12月 可能12月左右吧 然后他们这边 就一直没有工作人员 然后比如说 你平时小孩子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没有人帮忙 管理呀 然后应急情况的人都没有的呀 就一个老师 格女士说 任客老师也一直在调整 她印象中就换了三名 另外课程内容也有些重复 然后我们第一次课 她就画了一个东西 然后她现在 比如说我们 19年是小班嘛 对不对 画的那个东西 然后去年又 这个是小班画的吗 这个是大班画的 小班画过的东西 然后她大班又给我们看了 画了 这幅猕猴桃是格女士女儿 大班时候画的 她手机里还保存着 女儿小班时画的猕猴桃 还有一幅 变色龙也是在小班和大班都画过 对比了一下 内容确实有些重复 不过孩子的画画技术 能看出进步了 这边是浙江电视台 1818房间的记者 你们这是干嘛 是上直播还是什么 不是上直播 我们只是做一个电话采访 那这个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因为第一个呢 呃 我们之前年前的那个 那个校区管理老 管理的呢 他因为是在上雨的时候 被隔离了嘛 然后后来一直到年底的时候 才才出来 但现在身体一直状态都不好 所以他现在 我们现在新的岗位 要到二月底才能到位 那但是呢 我们线上的服务和这个老师啊 全部都是老的 一直都在对接的 范老师说 格女士女儿的事情 一直是她在处理 前期也沟通过 但没能达成一致 那他还提到说 老师教学的内容比较重复 他说小班画的东西 大班还在画 那上课的内容有点重复 这一块我们会跟老师提的 因为我们每一期的上课的内容 是不会重复的 这个我们可以给老师提 这个是肯定保证上课质量 这我们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关于退费 范老师表示 从目前培训行业的现状考虑 希望等到五月份稳定了之后 再和格女士沟通协商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